新城藏寶圖的環節 今天請來2021年度非凡保險領袖得主 其中一位就是陳志堅博士 陳博士亦是宏里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的高級行政區域總監 陳博士 你好 你好 我是Michelle 陳博士原來不經不覺入了保險行業第36年 不過我知道你初入行的時候 其實不是從事保險行業 是因為你喜歡旅遊 所以曾經做過酒店行業Fundex 沒錯 我第一份工作是從事酒店 做了兩年 接著就轉去一間賣民意器材的公司 第一次踏足銷售的行業 第三份工作就是入了保險行業 剛才提到你喜歡做酒店 是因為你喜歡旅遊 其實保險和旅遊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你當時又會轉行呢 因為當時做酒店 是因為你喜歡旅遊 後來轉去第二間公司做民意器材 接觸了銷售 旅遊加銷售 因為都是對人的工作 所以我想可能我的性格 比較平易近人 所以就得到我之前的 我啟蒙老師 他也是我民意器材的救同事 邀請了我入行 一直做36年做到現在 這個保險行業 對於整個人 政府中間的交通公司 這些電視行業 但是在網上的內容 我現在只想進去 這遍結束 台灣為主導師 但是為主導師 不是要把自己的照顧 現在我覺得有兩件事很重要 一個就是性格 需要平移近人 個人服務態度要好 很誠懇 溝通能力也要清楚 還有在未來承諾的服務 那個承諾需要時間 也要長 所以我是基於這幾個要點 再加上勤奮去邀請一些有機會 有質素的人加入我們這一行 陳博士在1985年入行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年份就是2010年 這一年你加入了弘里 也成立了自己的團隊SV 這個SV現在成立的時候 其實你對它有什麼期望和目標 因為我加入弘里的時候 我已經在這個行業做了25年 現在11年應該36年 因為我做了25年 我看到行業裏面有很多地方 可以做得更加企業化一些 所以我加入弘里的當時 我就看看有沒有一些流程 可以將它企業化 比如邀請一些保險公司的內勤團隊 去跟我們從事訓練 跟我們從事核保 又或者做假活動 可能你都說 其實這些公司 本公司都有提供 為什麼要自己的團隊有呢 我想這個就是 如果有一些專業的團隊 那些公司會做得更加細緻 就是專業化 沒錯 當初你們成立SV宏星的時候 最初就是大概70人 這個團隊 沒錯 不算太大 不過十年之間膨脹得很快 現在應該去到2200人 現在去到今天為止 已經超過了2300人 嘩 厲害啊 還有你們的團隊 就是個個都是精英來的 聽說每9位同事 就會有一位是百萬年薪 每4位就會有一位是MDRT 為什麼可以訓練到他們這麼厲害呢 我想我們首先在個恩選人才那裏 就一定是我們選一些 多數是其他行業的精英 已經是精英中的精英 已經是精英了 他的性格就自然適合 也都有一定的社會經驗 所以一進來的時候 本身的材料已經是很好 再加上 我們自己本身 剛才提過 有些企業化的經營 所以就 首先我們很著重那個培育人才那裏 所以我自己 在我們的培訓總監來說 都是其他公司 所以我們都可以 照顧開三千多人 最初進來的時候 就由我們二百多人開始的時候 加入 就一直培育 涵接了一些國際認證的銜頭 最後我們做了 可以涵接英國的大學 一直培育 就不需要再重複學習 最後來是可以拿到一個 碩士的身份 就是說那個秘訣 第一 就是要選一些精英中的精英 第二 就要加強培育 加強培育 沒錯 但是培育完之後 個個這麼厲害 很容易走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留住他們的人 和他們的心 因為我都知道 這個就是管理層 都面對的很大的考驗 沒錯 我想這個不只是單方面 是我們的 公司 譬如宏理的掌籌制度 都很重要 在市場上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公司的口碑 而最重要的是 我想我培育人的心態 就是說 如果怕他離開 而不培育的話 可能問題更大 我寧願培育了他 然後再給他更多的優勢 讓他在其他平台找不到 這個 我相信我們每天都向著這方面 希望更上一層樓 那有什麼方法 令到他拿到的優勢 其他平台或者其他團隊 是給不到 我想這個第一就是 剛才我所講的 剛才那個企業團隊那裏 因為 現在我們放在這方面的開支 就差不多每年是超過600萬的 所以我想不是那麼多團隊 肯放超過600萬 在行政開支那裏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 有很多那個文化 我們建立了 譬如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放在他的獎籌 放在他的獎勵那裏 甚至乎你看到我們的獎勵 是去到 由普通的獎勵 而是去到私人飛機的獎勵 都會有 我想甚至乎保險公司 都未必有 會想到用私人飛機 不是他們的財力不可以 但是我想我們加上 很多我們自己的心機下去 即是坐私人飛機 一起去旅行 是不是不意思 沒錯沒錯 剛才你說到你很喜歡旅行 很多地方你都去過 在這個獎勵計劃裏面 應該都不能夠缺少旅遊 而且保險行業都很流行的 是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 最難忘的是 幾年前 我們去日本旅遊 我為了令到那個 旅遊更加有特色 多少人 差不多40人左右 40人 一個小團的旅遊 全部都是精英 日本很多人都去過 所以我在九州那裏 看到一個很特色的火車 這個火車就是行經幾個站 可能由福江去到六二島 我們在那裏上了車之後 那幾個小時 我們就一早把火車佈置好了 還有它的餐飲的特色就是 每一個不同的站 都上頭盤 煮菜或者甜品 全部都是米紫蓮的廚師去設計 那個餐單 火車很特色 裏面 裝飾也很特色 上去的時候 那些同事很驚訝 就是 所以說 為什麼我自己的名字 整個火車都佈置了 其實是一早用了半年的時間 去籌備的 所以這個籌備 令到當地那個火車 當地的旅遊局 都派人上來去觀摩 就說之前好像沒有人用過這個方法 我想我們搞了這個方法之後 不知道旅遊局會不會推廣 但是這個旅程就令到同事來說 是很有很深刻的印象 很深刻的人像 還有應該很多人放效 沒錯 都離不開 不過你原本就說很喜歡旅行 其實原來在保險裏面都可以 繼續旅遊享受人生 沒錯 好 剛才看到 陳先生的團員 毋毋都是精英 在香港做得很好 怎麼帶領精英衝出香港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探討一下 好啊